跟旁边人说 耶稣爱你也爱我 刚刚听 刚刚第一次听 我们的私会 我们的范医师 原来是我的医生 我曾经看过他 他忘记我了 是我一生中 看医生看得最高兴的一次 是我们的范医师 他真的很棒的一个医师 刚刚一个私会在祷告 我满怨上帝 我满怨上帝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事件 会这样子的发生 到最后我们的祷告说 是 我顺服在你的面前 虽然我有时候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虽然有不公益的事情 在这个当中 那我祷告主 我顺服你 今天 顺服上帝的带领 刚刚我们的范医师 在这样的祷告中 给我很深的一个感动 因为 其实他这样的祷告 也是藏在我们的祷告里面 我们常看到别人 为什么这样子 我为什么这么做 唯我独亲 好像我很好 好像我爱主 可是实际上 有时候隐藏在我们里面的 那种悖逆 那种读书 我们不知道 就像我们在 我们都会 几乎人手一机 那个手机 或者是电脑 我们常常会在FB上 看到很多传来 不同的信息 有一次 我的FB 不晓得加到 会有一些 很不好的 很不雅的一个图片 我就看到女儿说 这个要怎么拒绝啊 这个要怎么散啊 你就给他 他就帮我弄弄散 散掉散掉 我不喜欢 接受到这样不好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的电脑 如果你不去清楚 你不去 常常去delete 和听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常常就会接受 外在的一些毒素 在我们里面 那个毒素 夜机夜多啊 如果你不每天 就给他扫毒扫毒 现在电脑很好的 会自动帮你扫毒 你离开的时候 帮你扫尿 告诉你说 扫尿怎么样 安全 你可以上的 那请问 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也要天天的排毒 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常常说 我有哪里做 不讨神喜欢的事情 我有哪里得罪上帝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这样过 不会啊 我又带你去拜赠美啊 我很好 服事很好 我有做礼拜啊 我有独经祷告啊 可是有时候 你不知道的时候 我接受外在的毒素 已经侵入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浑然不知道 所以天天扫毒 天天 属丁的生命 天天扫毒 就像 电脑一样 常常去排毒一样 所以在今天 我们特别讲到 我们要拒绝 背逆 选择顺服 是指导我们的行为 跟我们的意念 还有跟神的态度 我是跟神的态度 我是背逆的呢 还是顺服 所以今天 我们要特别了解 什么叫背逆 什么叫顺服 在这个 拒绝 背逆 选择顺服 在我牧者的训练里面 我们会特别的训练 七个释放的祷告 这个就是 其中一个 因为这个 常常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了解 我们的生命 不是我们信耶稣了 一辈子都是很夺青 一辈子都是很好的 所以是 你像刚刚祷告说 彼得 你 耶稣问他说 你爱我 我爱你呀 可是下一秒 三次不认主啊 所以我们要跟主说 主啊 我现在很爱你 可是我下一秒我不知道 但是主求你赐给我力量 让我能够常常爱主 所以我们来看 什么叫顺服 顺服呢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虽不合我义 但是仍然听从神 很多时候 我们要听从神 不是你喜欢 如果是你喜欢 那不叫顺服 就是因为你 不合你的意 你就要去听从 妈妈叫你 不喜欢 禁止你做那件事情 虽然不合你的意 但是妈妈的是对的 我们顺从 这个叫顺服 什么是悖逆 我们起来 可以说是 明知却不犯 为思雨 去抵挡上帝 在圣经里面的故事里面 明知不犯 明明叫你不可以这样子做 你还是这样子做 很多时候 我们当老师的 很多时候当医生的 叫你不要吃那个 你要多运动 不可以做什么 可是为了口欲 我就吃了 明知故犯 叫你不要吃那个 不可以碰那个 你偏要碰那个 这个叫明知故犯 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们有看到 悖逆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什么样的伤害 第一个 我们起来念好吗 失去上帝的同在 失去上帝的同在 你只好一个人 失去上帝同在 等一 你这个人生完了 你也没有了 你只有靠你自己的生活了 你只有靠你自己 在维持你的人生 这里讲到什么 失去上帝同在 如果你在22节里面 22节 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 在和和本圣经里面 在22节最后一句 我们把这句话 把它背起来 22节 听命圣与献祭 顺从圣与公平的圣经 我在准备的时候 刚刚我女儿说 听命圣与献祭 他马上下一句就会背 哇不错 你背圣经 上帝说 听命圣与献祭 从正月到新约里面 一直讲到 从亚伯该隐 从有人类的时候 就开始上帝讲到 一个献祭 为什么要献祭 献祭的目的是什么 献祭的目的是要让人 得到罪的色名 献祭是要让你 在跟上帝的关系和好 献祭是让你成为一个上帝所许业的人 所以到旧业的时候 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为什么要献祭 就是罪的目的就是罪得生命 现在我们的 如果你谢的不合上帝的心意的话 即使你现上再多 再好的物 上帝不许业 没有办法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个例子 我们知道刚刚我们的范医师 他也特别提到 他整个背景 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扫罗王 他要去消灭亚马利人 当他去消灭亚马利人的时候 我们知道圣经从17节到23节 也跟他说 你要灭绝禁 在我们来看到 哇 你的上帝怎么那么恐怖啊 一般人对我们基督教 对基督徒来讲说 你的上帝好残忍 这个是有背景的 在背景的当中 上帝容忍了 这亚马利人 如果你再看在出埃及17章14节的时候 因为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尼斯人 亚马利人 我讲的他很卑鄙 什么叫卑鄙 撑离不注意的时候 撑离不好的时候 弱的时候 从你背后来攻击你 他不断欺慕以色列人 还藐视上帝 所以是上帝忍无可忍的时候 悲逆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上帝要击杀 要祈祷他 到《生命纪》25章19节 同样的上帝也讲这一句话 来告诉以色列人 这些亚马利人 是我眼中抗为恶的世界 我必要灭进他们 就是上帝的命令 所以在这个世代的悲逆当中 有时候我们看到 为什么他们那么悲逆 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 因为他们不知道上帝的命令是什么 所以当一个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是一遇攻心 一遇讲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所以当撒罗王 他这样子 他便不知道 便不是不知道 耶和华所交代他的任务 但是他为了个人的利益 他私吞 他贪心跟不顺服 大胆地去违背神 这个违背神 他还把责任推卸给他的百姓 但撒末尔告诉他说 你为什么没有听上帝的话 为什么这样子 扫罗说 不是啊 是百姓喔 把上好的 这个上好的牛羊 要献给上帝 要到其他的地方 来献给你的啦 是百姓喔 没办法 是因为百姓这样子 把责任推给百姓 所以 以撒末跟他说 你既然就要做这件事情 好 我就后悔给你做罗 我后悔 我就厌弃你 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必厌弃你的命令 你做罗 这是一个悖逆的例子 在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 这个悖逆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非常的看得清楚 可是 看别人很清楚 他是不顺服的 约拿不顺服的 可是反过来 我们看看 我们自己 我们是真的完全顺服的吗 你说表面 啊 Polish顺服 是好 可是心里面 讨厌 才不一样 为什么这样子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 哎 我们面这样子做 可是呢 嘿 好好好 好 好 每次都要我这样子做 是不是 我们人都这样 不管对我们的上司 对我们的父母 对我们的长官 对我们的老师 我们会有种这样子 所以呢 顺服 顺服是完全的顺服 你以为说 哎 我部分顺服就好了 因为这最起码有顺服了 不 顺服是完全全然的顺服 是凡是要遵行 也包括对什么 对神设立了权柄跟顺服 神设立了各样的 在地上的权柄 在政治上的 自理的权柄 家庭中 家庭中父母的权柄 在工作或学校中 掌官市场的权柄 在教会中 属灵的权柄 在我们都要顺服 尤其在教会里面 刚刚我们带领了一群青少年 很年轻 就来带领 不管带得好不好 既然他在这边带 上 教会赋予给他一个使命 赋给他一个责任 他是带大家来敬拜上帝的 我们都要顺服 我们要全力的制止他 顺服他来带领 这个就是全能的顺服 不看不因为看他年纪小 不因为看他带得不好 不是带不好 很好 所以有时候 钱人如果说主日学 是一个小朋友 上帝赋予给他 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也要顺服这个小孩子 这个是全能的顺服 所以全能的顺服 绝对不是照你自己的 社会价值观 照你自己的才能 他这个小孩子怎么可能啊 要带我 不可能 所以我开始在家庭的时候 我也要学习顺服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有时候他在带一些 我就故意等一下 我们家庭祭坛的时候 你要带 你带领我们 我知道有时候带不好 没关系 我们顺服他怎么带 有时候有一次 你不应该这样子 你要顺服 哦好 我要顺服 对 你叫我说要顺服你 你也要顺服啊 有时候是这样子 有时候好像我是当妈妈的 你就是要顺服我 不管我对不对 你都要顺服 对不对 当妈妈的 当小孩子的是不是 你的妈妈是不是这样子 讲到最后没办法了 说服你的时候 不管了 你就是要顺服我的啦 所以这个就是顺服里面 跟我们的上帝的关系 才能够维持 不然这个顺服 我们平常不学习的话 对我们是一种伤害 会累积到 到最后发生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完全破坏到 所以第二个 被你带来的破坏是什么 带来的破坏就是 跟人际关系 跟神跟人的关系 完全能破坏 就是说 因为当你不认识 当你不顺服的时候 你当你觉得说 你跟人的关系 处得不好 甚至我跟我的先生 跟你的太太 处不好的时候 为什么我的关系成长不好 我回想看看 我跟上帝的关系好吗 我跟上帝的关系好吗 如果不好 连带的 我跟我的先生 跟我的太太 跟我的孩子 跟我的同事 跟我的弟兄姐妹 完全今天又碰了一笔之灰 为什么 他讲一下我就受不了了 我这样子做 他也要讲话 为什么你很敏感 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 有裂痕 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 所以你同样的带来了 你跟家人的关系 对人的关系 也相距的不好 所以在里面看到 如果在26节里看到的时候 撒摩尔跟他说 他已经跟他讲说 上帝厌弃你作网的时候 撒摩尔就对撒摩尔 撒摩尔对撒摩尔说 我有罪了 我应该怕 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 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 合理的言语 现在求你色联我的罪 同我回去 我去 跟我去敬拜耶和华 你这样扫罗跟他 三王对扫罗怎么说 不 我不同你回去了 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也厌弃你 做以色列人王 所以同样的 当你跟上帝的 四君上帝同在的时候 连先知 一个先知代言人 也帮你求 帮你说话的人都没有了 我们能做什么 所以 背面会带来这种情形 也会带来 尝一个不顺服的果子 当撒摩尔进戒他的时候 他跟他说 哇不是 我顺从的百姓 其实做一个王 不是顺从 你为什么可以顺从人 不能顺从神 所以上帝说 你 其实撒摩尔 跟他讲的时候 在他之前 我们知道 如果在 撒摩尔十三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一个故事 他们也专门要去跟 菲利斯人打仗的时候 那个撒摩尔跟说 我们要陷阱 他们每次要打仗的时候 就要陷阱 求问上帝 可能都可以去打 所以撒摩尔 还没有到陷阱 撒摩尔王带领了百姓 在那边等候 那个撒摩尔来陷阱 这一群的百姓在那边等 等啊等啊等啊 一天过去 两天过去 到第七天的时候 哇 怎么还没来 哇 撒摩尔怎么样 那开始急了 百姓也急了 百姓这个 一个还没聚会完就跑掉了 这个也去上厕所了 这个也跑掉了 哇 撒摩尔王紧张了 糟糕 人都不见了 我怎么陷阱 好没关系没关系 既然还没有来 那我陷阱好了 撒摩尔王就陷阱 去陷阱 当他一陷的时候 撒摩尔就来了 撒摩尔看到 非常的生气 他气到一个程度说 你竟然这样子 为什么他生气 你知道陷阱是谁陷的 应该是谁陷 应该是祭师 应该是撒摩尔 一个他陷阱是祭师来陷的 撒摩尔 撒摩尔是没有资格陷阱的 所以呢 竟然他就开始这样的 不顺服做这样的 悲逆 他名字故犯 他知不知道 他不能陷 他虽然是一个王 代表国家 代表百姓 但是他的职份不是陷阱 在就业里面陷阱 只有祭师可以陷阱 其他人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这时候 感谢主 我们是可以随时来到 上帝的面前陷阱 阿们 不用通过别人 你就可以啊 我们自己就随时陷阱 我们是一个陷阱 我们是一个祭师 我们是一个祭师 可以陷阱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说 那个扫罗 这样的累积 累积到一个程度 他到最后 上帝讲的话 没当一回事 所以这个是上帝 直到死的时候 撒罗 没有再见他 没有跟他见面 扫罗死的时候 都没有在跟他 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完全的 没有了 没有人跟他代言 没有人跟他求情 所以感谢主 希望我们 我们还有圣灵 求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罪 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人 成为一个顺服上帝 顺服圣灵的人 顺服带来祝福 刚刚说 被你会失去上帝的同在 会怎么样 被你会失去跟人 跟上帝的关系 同样带来祝福 会带来上帝的同在 带来跟人性关系的和好 Amen 所以在我们选择顺服的时候 带来一个 我们如果选择顺服 拒绝这个悖灵 就像扫罗一样 当有一点点 不大对劲的时候 一点点不顺服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对付 主啊 帮助我 我好胜不顺服 我有隐而畏陷的罪在我里面 求主耶稣的保险 土木色盖 解禁我的心事里面 所以呢 要除去阻碍 顺服的 老我 这个我是什么 这个我是人的 骄傲跟私欲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都可以 在一个很久 很十几年前的一个广告词里面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现在的年轻人 正洁的这个 那个捷运的那个 那个杀人也是 我喜欢 我不想活了 我要杀人就杀人 这个就是一件 悲逆到说 我明知道不可行 我不可以杀人 可是他悲了 因为他不认识上帝 他的情绪高涨了 我刚跟我在上得胜者的时候 跟同学们讲说 哦 那个正洁 他情绪高涨 高涨到最后 他崩溃了 他要杀人 他要发现自己的情绪 我们同学问说 老师 他一定没有上得胜者课 是吗 他一定没有上情绪管理 我们看到我们 张师冲目师也来上 非常好的一个题目 情绪管理非常好 这个上得胜者 就会帮助你情绪管理 一个没有情绪管理的 少罗也是没有情绪管理 不知道 这个时候急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表达 我要怎么样来舒缓自己的情绪 这个就是我们学到说 如果出去就是我们的 骄傲 跟仇恨 不肯饶恕 你知道 骄傲的另外一个反面是什么 知道吗 自卑呀 常常有说 你会骄傲是因为我自卑 我敏感 所以也表现 拜 有什么 有什么了不起 我也会 真的要叫他来的时候 他不会 那个是自卑反射出来的一个骄傲 所以在我们的老我里面 你知道 上诞他就是一个 抵挡上帝的人 他抵挡到一个程度 他跟上帝平起平坐 他平起平坐的时候 他就成为一个堕落的天使 上帝知道你在想什么 上帝本来是天使 是敬拜上帝 敬拜赞美上帝的人 带着天使来敬拜上帝 哇 带领到价后 好的一个程度 哇 这个加美上帝这么好 他不敢跟上帝说 我要告过上帝 哎呀 我可以跟上帝一起享受这样的赞美啊 当他一个思想的时候 上帝知不知道 当他的思想这么一想的时候 马上就把他 坠落到天使 那个动力的天使 成为一个撒旦 这个撒旦就是敌挡的意思 所以 当我们骄傲的时候 我们就如同撒旦一样 在抵挡上帝 我们不会顺服 我们不会顺服上帝 所设立的一个权柄 你知道吗 这个真的骄傲 会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这个老我怎么样 要选择顺服 一定要去拒绝 一定要去拒绝去 平常我们里面来审查 这样的我前面说的 我们要来常常去排毒 主啊 我今天顺服了吗 我今天悲逆了吗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当我们顺服上帝 所设立的权柄以后 我们当然对上帝的顺服 就会 就如同人家说 如果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若不顺服看得见上人 长官或父母 你怎么样说 顺服看不见上帝 就像人家说 你的上帝在哪里 你的上帝在哪里 你拿给我看吗 你拿给我看在哪里啊 所以就是 我们当顺服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你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仇恨 传后也是一样 约拿她 仇恨不肯饶恕 约拿 叫她去跟迷离为 那个迷离为神 去宣告说上帝要毁毕他们 你跟他们去讲 传悔改的讯息 约拿有没有去 去了 她去的怎么样 心不甘 情不愿 她去了 去的还满宴 为什么要去 你知道 那亚述人 你以为神 亚述果是 以色列的敌人啊 这个敌人 我和他们都来不及了 我怎么样传 灭掉最好的 上面灭掉他们最好的 哈 还叫我就跟他们传 给我的敌人传啊 传福音啊 当他们一传的 当他一讲的 随便讲一讲 哎呀 你们都不悔改的话 上帝要 要灭尽你们所有啊 所有的 牛羊好的什么 都要要要灭尽啊 随便讲 讲完 你知道所有的百姓 国王听到 全部的悔改 他们就得救了 所以呢 看到院长因为仇恨 不肯饶恕 也是一个卑逆的 一个先知 上帝的代言人 都会有卑逆的手势 因为浅上在那里面的 仇恨不肯饶恕 求主帮助我们 除去这个仇恨 除去这个仇恨 不肯饶恕的心 所以第二个 我们学习基督顺服 耶稣的榜样 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当以基督 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 以神童童为强夺的 反倒吸取了 奴夫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被为 纯心顺服 以至于是 且是在十字架上 你知道 什么叫以基督 耶稣的心为心 你的心是什么 你的心是什么 讲 原来这个心 就是我们的思想 耶稣的思想 耶稣的思想是什么 你要彼此相爱 你要尽心尽力尽益 尽限 爱你的上帝 其实是 爱人如临 这个是谁的思想 耶稣基督的思想 耶稣基督的思想 他思想是什么 他是顺服上帝的 那我们以耶稣基督的思想 回我们的思想 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真理 就是耶稣基督的话 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用上帝的话 用圣经里面的话 耶稣基督的话来成为我们的榜样 成为我们 洗净我们的一些那个毒素 不顺服的毒素 悖逆的理念 来解敬耶稣 来 来清干净 所以再一个选择 选择一条顺服的道路 选择 上帝照亚当下话的时候 给亚当下话一个 他命令说 你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唯独什么 唯独那个 分别善恶术 跟生命术 你不可以吃 你吃的但必定会吃 所以上帝给他一个什么 选择 你命令 这个你不要吃其他可以 所以亚当下话 他没有顺服 他选择悖逆 他没有选择顺服 所以选择是一个 是有自由意志的 是你可以选择的 自由意志是上帝给我们的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悖逆 是他自己选择 不是上帝 强迫你说你要选择 你不可以选 不选择 不是 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 让我们可以去很心甘情愿的来顺服他 所以感谢主帮遵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 在他里面是完全的 当你选择愿意顺服的时候 你愿意遵守神道的时候 这个里面是主在你里面 你是完全的 你是在主里面 你就会上主的旨意去行 一个没有将主的话在你里面的人 你很难顺服啊 我们都有悲逆的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常常很多时候 我们都在里面 其实当穆哲言当传道人很久了 有时候还是老虎会出现 我说我是一个 常常说我是很很顺服的人 当我想顺服的时候 回过头来想的时候 主啊 我也还很多没有顺服的 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 常常警醒自己 我是常常会带着悖逆在过生活的人 所以感谢主选择是一条顺服主的道路 最后在二十三节说 悖逆的罪跟什么罪相等 行邪术 你看在就业里面行邪术是罪 也就是说 行邪术就是你派假神 跟鬼相交啊 算命啊 普卦啦 去给人家那个 这些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这个就是在悖逆跟行邪术的相同 丸梗的罪跟什么相同 丸梗就印着你的心 印着你的景象跟拜假神 拜偶像的罪相等 你知道上帝最不喜欢的 就是在两种的罪 神不喜欢的就是一个落体的淫乱 跟什么淫乱 属灵的淫乱 就是拜佛相 所以我们求求帮助我们 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帮助 只有耶稣是我们的罪 阿们 感谢主 到最后呢 以我们真的要以上帝的话 以耶稣基督的话 以做我们的帮助 以耶稣基督的思想 常常读圣经 你就会让上帝的话也在你里面 把那个悖逆的记出去 记出去 你没有上帝的话 记不出去的 因为你看你信耶稣多久 如果你信耶稣三十 现在三十岁 你信耶稣才两年三年 可是你的老五三十岁 你信耶稣可能只有五年 你永远肉体的生命 属灵的生命 改不上肉体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来改造 有上帝的话 用圣灵来充满帮助我们 来自圣我们肉体的生命 感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刚好 光照我们一切多顺服的地方 我们有一个顺服的灵在我们里面 有一个仆人的心 感谢主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 不是随随便的祷告 我们作为一个悔改 在上帝的面前说 主啊求祢帮助我 求祢的话语 求祢的灵光照我 让我成为一个顺服的人 我不要做一个名字的故犯了 我们用祷告 你要用木 祷的也可以 你要把祷告的话也讲出来 为自己来祷告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要跟主 我虽然想顺服 可是我没有力量啊 我常常不喜欢做不好的事情 你不喜悦 可是我没办法啊 我的肉体常常会影响到我 我自然而然就被牵引去了 求祢赦免我 求祢帮助我 往前来开口 我们开口祷告 为自己来祷告 哈利亚 那主耶稣谢谢你 赞免你 主 教徒在你的手中 求主耶稣 你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的心 主耶稣 没有你是我们的力量 我们的帮助 主 谢谢你 主 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要为一个顺活的灵在里面 主 我们在思想的行为 我们都要求祢来洁净 我们求祢来光照 主耶稣 谢谢你 现在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求主耶稣 你听了我们的祷告 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你面前的宣告 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我们是属于主的 主 我们有里面有隐了卫献的罪 或者是我们里面有一支悲逆的罪 残累着我们 让我们没办法来跟随耶稣 让我们没办法来顺服主的话语的时候 主啊 求祢结晰 求祢的光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有那个力量来行走 让我们有那个力量来捆绑 撒旦一切的 骄傲跟仇恨 跟不可饿恕的在我们里面 求耶稣基督 你再一次的光照 求耶稣基督 你的保险再一次涂抹 射在我们 让我们再一次重新得日 成为一个逃生喜业的孩子 成为一个顺服的仆人 成为一个顺服的父母亲 成为一个顺服的长官 谢谢耶稣基督 赞美丽天物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这个人本人说耶稣爱你 真的耶稣爱你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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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